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第27档 洛湘林净土木哥 特别邀请到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吴冠宏 还有佛光大学中国文学和应用学系的教授黄献作 以及作家邱尚林和文史工作者叶博强等多位老师 齐聚一堂来分享文学大师洛湘林他的生平事迹 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第27档主题是 洛湘林净土木哥 文化局副局长曾志宇表示 他是进入文化局之后 从花莲县制才认识到洛湘林老师 洛湘林虽然不是花莲人 不过对花莲的地方发展史有很大贡献 这次可以分别透过文学家和文史工作者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洛湘林的生平还有作品 真的洛老师其实对花莲的地方发展 因为我知道他 我刚才接触是认识他是因为花莲县制 那当时当文化市场跟科长 看到当时我们大概949年在编转 转秀花莲县制 才知道说他是我们的花莲县制委员会的第一任的主任委员 那其实他对花莲爬树这些花莲地方发展史 其实非常贡献非常大 那其实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跟贡献 从后来的编转县制一直到 他后来也收拾了非常的石头 其实那他也特别为了搬编转县制 他也有去学摄影 摄影作品他留下非常多丰富的摄影作品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摄影作品非常的特别 因为早期那种黑白时代的照片 然后可以透过一些特殊的手法去处理 让他有色彩 甚至在摄影作品旁边去体制 那其实珍贵作品其实都透过 我记得去年我们创架文化会馆也特别展出他的作品 让大家能够看到留下了一些的大作 那最重要就是他其实他也是玩石 所以花莲就是石头故乡 就是因为他也带动了我们一场石融化的起端 那所以他其实对花莲的地方跟着贡献非常大 这次发表会特别邀请到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吴冠宏 佛光大学中国文学与应用学系的教授黄献作 还有作家邱尚林及文史工作者叶博强等多位老师 齐聚一堂来分享文学大师洛湘林他的生平事迹 其中黄献作教授他曾经出版了三本关于洛湘林的书籍 他认为洛湘林留下的不只是有形的资产 更多是无形的而更值得欣赏的就是洛湘林他的学习精神 因为洛湘林是花莲地区非常知名的一个文人知识分子 那他留下来的典范很值得作为花莲人好好去认识他 所以我这次在挑选他的照片的时候 就从他是怎么样去塑造花莲成为一个大家心目中的净土 这样的一个形象去挑选了很多 就是让大家好好去欣赏的一些照片 然后他的诗歌因为这个是 就是传统诗古典诗 那可能在阅读上可能大家会稍微比较 有点障碍 那我们直接从影像来入手 因为他照片上面都还有提示 那就可以更亲近更亲切的去认识他 那在台北时期就已经是出名知名的这个一个文人 那不过他在台北时期的风格可能会比较是一种 比较应该是说比较华丽的 那到了花莲来之后 他的风格其实有很大的转变 用一种比较素朴的方式去贴近土地 那所以他在花莲这边 他产生一个很剧烈的一个写作风格的变化 那就是开始去亲近花莲这块土地 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土地认同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他相当了不起的地方 这次特展展期到8月25号 除了在文化局图书馆展出 同时在全县十三乡镇市图书馆 也同步展出落乡里他的相关资料还有著作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借阅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